主要是问题二,刚刚聚集是问题一 我把它放在我们那个一样是进阶班 进阶的那个通讯产品这边 那你们找到订单 问题二,里面就是产生一个报表 这个报表的需求 其实未来你们去上班的话 老板一定会跟你讲说 我要多少订单的笔数 所以订单的笔数 第二个是卖了多少台 这个主要是那个台 这个要多少金额 那台跟金额都是数字 所以数字它会帮你加总 并且录制聚集和修改 这个跟刚刚一样 那我要怎么做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刚刚的这个动作怎么样 把它录下来 所以这个就可以把它删掉 那录制的话呢 基本上一样 游标一定是放里面 所以第一个 你就是在开始录制的时候 可能彩排一下 刚刚的动作你就把它做过一遍 然后把它记下来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开发人员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给它一个录制的名称 比如说这个录制聚集 那如果你把刚刚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一遍 那我们就不用分阶段了 其实这个比较简单 不用像之前那个是分三个阶段 大概一个阶段就可以了 只是说你录制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那个叫枢纽分析 枢纽分析表聚集 好 这个是针对枢纽分析表 这个枢纽分析法很重要 因为现在刚好这个工具 跟那个大数据分析 还蛮可以衔接的 所以现在坊间蛮多一些分析师 就用这个工具来做一些 分析大数据的工具 那我们第一个 一按确定 二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开始录制 那我们就是先 一插入枢纽分析表 二它会把范围选起来 然后按个确定 接下来它会帮我产生一个快取 这个叫catch 在那边叫 枢纽分析英文叫pivot pivot catch 这个快取 快取意思是说 它还没完成 暂存的 那我就把什么 把刚刚的动作做一遍 那请记得 刚刚我们是先 先做什么东西 先做那个 产品名称放在列 对不对 不过后来我发现 录制聚集 如果你先做这个动作 它会发现错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如果你 最后再做 就不会错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 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原因为何 其实我也不太理 因为可能它是 录制聚集 其实也是循序 但是它是不是里面 有一些 可能状况 所以我们知道 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把 最后那个产品编号 拖拉到列 这个动作 最后再做 其他先做 那其他我们刚刚 什么 只先拖拉什么 那个产品名称 对不对 然后再把 那个台数放在下方 再把他的销售金额 放在下方 最后才是把产品编号 放在列 把那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最后做 那这样 录下来 具体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像刚刚 这样做 好像录下来 就会发生问题 原因不明 反正知道 就把它毙掉 就OK了 好 这样OK了 那其他的话 像那个 要不要加颜色 那些导先不用做 没关系 因为那个我觉得 那个你如果要加 你自己在最后 再慢慢加 先确定 这个东西是可以run 你再去 做后续的 因为有时候录制聚集 比较忌讳的时候 你不要一次 录太多 因为最后录什么东西 你搞不清楚 尽量也许慢慢 慢慢再加一点 就像我之前分段 一样的概念 好 那其他那个 什么格式 这个改先不要改 那我就直接把 那个什么 开发人员停止录制一下 停止之后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 录了什么东西呢 那就 聚集里面 有一个叫 枢纽分析表的聚集 按编辑 那编辑之后的话 这个东西就在这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大概run的情况是如何 所以我这边把他 这个先删掉 我让他重新run一下 那你会发现 如果重新再让他执行 会不会成功呢 其实编辑 里面我们就是 跳到刚刚录的 那个叫 枢纽分析 8-1-2 那如果说 我让他执行的话 我按F8好了 租行 习惯上是先 把这个注解先拿掉 那当然你们慢慢 可以 要一边录一边看 那顺便也可以 记一些里面的元件 1-F8 第一行 叫什么 sheets 特别到sheets 实际上就是什么 其实sheets 在这边叫工作表 意思就是他会先 add就是新增 意思就有点像 按一下这个按钮一样 好 add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执行这个 这边有个叫什么 active 目前的 workbook就是 excel的档案 工作部 意思或者活业部 意思就是说 excel这个档案 他点后面会多一个 植物件叫pipet pipet就是枢纽分析 的英文名称 pipet 然后catch 就是我们刚刚 那个quatch create就是产生 产生这些相关讯息 给他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执行 在下一行 这一行 你会发现 他马上会出现错误 有哪些地方错了呢 其实我们来征错一下 基本上 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这一题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第一个 他会跟你讲说 你的那个source type 你的来源的形态 什么 data bay 这个没有问题 会有问题的source data source就是来源 来源data的资料 你的来源资料在哪里啊 然后面有一个自传高 说我的来源资料 是在这个工作表 叫通讯产品 瓜糊二 里面的R1 11万 就是A1 到C7的话 就是第七栏 第七栏是多少 FG 有没有 G20 R20 G20 这个范围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范围对吗 我看一下 这个范围 好像也对 在这里 所以这个范围没错 那不过 我建议 以后如果有一些 还有什么 table destination 有个地方错了 哪个地方错 这个table destination 这个意思是说 那你将来 这个table指的是表格 其实就是报表 那个报表 最后要放在 Designation是放哪里的 目的地 Designation就是放哪里 简单就是 那个表格要放哪里的意思 后面告诉他说 你帮我放在 有一个工作表 叫工作表7的 这个C1是A的意思 A缆的 A就是A3的意思 那特别注意 你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错应该出来这里 这个工作表7 对不对 那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名称叫什么 工作表8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又重新 你刚刚入制的时候是7 然后你再产生 它这边一变变8 再产生变9 一直一直在推 所以这个数字 就是最大的问题 那怎么办 这个代表 那所以我们其实 如果要过关的话 其实你很简单 只要把这边改成8 其他 还有这一行 反正只要看到工作表 不过我是建议 这两行其实可以删掉 因为游标不用锁了 直接这两行 下面这两行可以删掉 那我如果把刚刚工作表7 把它改成8 我看能不能执行 下一行 你会办法过了 所以主要问题出在这里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让它自动产生的话 只要能够自动产生这个东西 问题就大功告 其他的话就是 我刚刚讲的下一个 然后我们先产生它的数 有没有 然后再产生它的那个加总台数 再产生那个销售额 最后才是产生什么 产生我们的产品名称 这样子我讲过 其实我之前试过 如果把这个放在上面 这些在执行会出错 现在会不会出错呢 你会发现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录完之后 不能执行 最大的问题怎么样 出在这里 其他基本上可以不用改 但是问题 如果说我今天要避开它的话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 各位也可以想想 先试试看好了 把刚刚的风就录一下 录完之后 执行的话 我是建议 你先不要直接按上面全部执行 我是建议 你可以F8慢慢执行 或者看一下这一行 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办法 对 好 好 谢谢大家